詞曲 李宗盛 唱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張紹淇的對手戲最多 你沒有很失望 劇本怎麼會倒到這個方向去 沒有其實那個時候我們拍的時候 我們要講實話嗎 但是講實話了 本來那個時候看到劇本的時候 因為喬恩演嘛 然後導演就說 你也不要來演 然後我就看了一看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很想演這個劉基耀 我就很想演這個劉基耀 然後其實我們看到的劇本就是 本來戲就是 他只是在中間負責 就是傳真影線而已 然後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看到這個劉基耀 我就特別有感覺 我就說沒關係 其實我不知道要演誰 我演劉基耀你覺得好不好 如果你好 那我就是很想跟你拍 我跟邵淮就在這一次裡面就是 不是這一次裡面 就是 戲裡面 戲裡面 在戲裡面就是我們有 確實有一些蠻 過分親密的接觸 在我們的拍攝前 其實心理準備都是 準備了相當長的時間 那個在劇本上嗎 是不是有很多 有些沒有 沒有 那個動作沒有 畫有 台詞有 但環境有 但動作沒有 但是拍攝的時候 導演就非常強烈的要求說 我們必須要做出準確的那個動作 那我們就 就好配合 戲裡面有沒有很抗拒 我有點半推半舊 其實 就是 我一方面覺得 我的優雅的形象 難道就這樣破壞了嗎 那我開玩笑 然後一方面我又覺得 對 為什麼大家沒有笑 是因為大家覺得我真的很優雅 對啊 一方面我又覺得 就是說 好像有一點好笑 關鍵就是 我其實也很喜歡少懷 就是我跟他真的有一種 阿黛玉阿瓜的感覺 真的我覺得我們兩個 就是合格的感覺非常好 跟朝鮮最有感覺 其實跟這個戲沒有關係 就我這一生就是覺得 跟他最有感覺 演戲啦 哈哈哈哈 對 你們就很愛亂想 我本來想說亂寫 但不行啦 亂想 嗯 所以有機會發展看看嗎 那沒有 那沒有 我覺得喬恩 那一天前兩天還有人問我 我說我看著他的眼睛的話 我可以相信任何事情 這個是喬恩給我的 不知道是習慣還是魅力 我覺得可能 大家都有一個這種 很熟悉的搭檔 我不知道有沒有 應該可能 沒有耶 沒有 所以我有 OK好 那我覺得運氣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跟他 跟他拍 但因為我們這檔戲裡面 其實我們是 可以講嗎 沒有我們其實沒有對到戲 完全沒有 我們是隔空 對 導演安排了我隔空 用話 用聲音跟他對到戲 但其實我們人沒有碰到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挺巧妙的安排 好 那現在我還要不要講一下 好像跟喬恩還有在水裡面一個 刺激喔 刺激的那個 來來我們過來一點 過來一點 過來一點 他身材怎麼樣 拍起來感覺怎麼樣 你到總點好了 只有你看過 只有你有資格說 你沒看過 蛤 我沒有 我是在對戲 也沒有 感覺怎麼樣 看到他火辣的身材 我已經結婚了 我現在講這個有點不太方便 不會 結婚講才方便啊 老婆不會看 導演你覺得怎麼樣 因為他那個 其實他穿的 都要導演同意的 你知道嗎 就是 對啊那個東西都要導演同意的 所以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啊 對那我也覺得很好 對 有沒有差一點點 就是有點 知道忍不住 會有一些 生理或是心理的反應 你有嗎 我沒有 我也沒有 你不要這樣 他也結婚了 我只能拉著他下來 我只能拉著他下來